YAMAHA机车专用喷油嘴清洗机 为何要定期使用喷油嘴清洗机呢? 就像家里厨房的洗碗槽一般 当您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清洁剂清洗时 厨余所形成的污垢会残留在排水管的内壁上 造成堵塞使排水不顺畅 机车也是一样 在一个全新的FI引擎中 由于内部的机件都是全新的 因此引擎在运转时 性能都可以维持在良好的状态 但是机车在经过长时间的骑乘或放置后 汽油所产生的胶质或燃烧后所产生的碳化物 会堆积在喷油嘴进排气通道阀门 活塞上方和燃烧室内壁等地方 造成喷油嘴物化不良 混合器进入不顺畅 拔门无法密闭 或者因机碳预燃所造成的暴震等等异常现象发生 让引擎的性能大幅下降 因此引擎务必在每骑乘一万公里后 定期的使用清洗机进行清洗 将堆积在各机件上的碳化物或胶质清除 让引擎一直维持在最佳的运转状态 喷油嘴清洗机的使用方法 在YAMAHA喷油嘴清洗机箱内 装有护目镜 手套 开口扳手 高压管 清洗机本体 接头戴和说明书 另外在购买整箱清洗机内 会附送一个塑胶漏斗 而在清洗机本体上 可分为好几个部位 空气压力调节阀 它可以调节压缩空气的供给压力 安全泄压阀 它可以释放钢瓶内的压力 钢瓶 它用来装填清洗剂 控制开关 它可打开或关闭高压清洗剂的流出 由于清洗剂属于高挥发性的易燃物质 因此使用喷油嘴清洗机时 一、沿进任何火源靠近 二、请勿将清洗剂喷洒在任何热烫的零件 或会引起火花的基建上 三、工作场所务必保持通风 四、务必穿戴手套及护目镜 首先将清洗剂罐打开 取下密封塞 并安装漏斗 接着把清洗剂如影片所示倒入钢瓶内 然后把钢瓶装装回清洗剂本体锁紧 然后把钢瓶装回清洗剂本体锁紧 将清洗剂本体 将清洗剂本体挂在机车的适当位置 在接头袋内选择适当的接头 并安装在高压管上锁紧 接着把高压管装在清洗剂本体锁紧 将机车钥匙旋转到OFF位置 拆下汽油帮补电源接头和高压油管接头 将清洗剂的高压管接头和机车的高压油管连接 将清洗剂本体上的控制阀 旋转到关闭位置 然后再依影片所示 安装高压空气管到清洗剂本体 请注意 高压空气管内必须要一直保有 每平方公分5公斤以上的高压空气 接着将清洗剂本体上的空气压力调节阀盖往上拉 并适当旋转 把空气压力调节到与汽油帮补相同供油压力 例如 每平方公分2.5公斤 然后再把压力调节阀盖往下推到底 请注意 不要将空气压力调到超过标准值以上 以免清洗时损坏喷射系统的零件 机车的汽油帮补供油压力数据 请参考各机种的服务手册 接着把清洗机的控制阀旋转到打开位置 请注意 务必检查各接头处是否会露出清洗剂 如果发现异常时 将控制阀旋转到关闭位置 在泄漏的原因排除后 将流出的清洗剂清除 再把控制阀旋转到打开位置 确定没有清洗剂露出的情形在发生 接着将钥匙旋转到ON位置 并怠速运转引擎 直到将钢坤内的清洗剂用完 引擎自动熄火为止 在机车怠速运转期间 仍需注意清洗剂是否有泄漏的情形 以免发生火灾的意外 引擎熄火后 将钥匙旋转到OFF位置 拆下高压空气管 把控制阀旋转到关闭位置 然后将安全泄压阀的拉环往上拉 让钢坪内的残压完全排放后 才可以拆下清洗机 避免让钢坪内的残留压力造成伤害